台北市交通局推出交通瓶颈改善计划 期盼透过公司合作以用路人视角改善北市交通状况 从5月12号到8月12号三个月的时间总共受理163案 其中137案属于一般交通设施改善 26案属于交通瓶颈改善 那这些案子里面我们在这段期间总共收到了163案 那这163案里面其中有26案是属于交通瓶颈改善的部分 那交通瓶颈改善的案件里面有8个案件是由一般的民众提案 有18个案件是由远警来做提案 那这些26个案件里面目前采行的有22案 22案里面已经完工了有19案 正在施工的有3案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一样是瓶颈改善的案件 我们没有采行呢 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民众的建议呢 可能我们目前工部门已经有在做了 那或者是他的建议可能有不可行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像那个和平跟基隆路口 那这个提案人呢他就建议要去做这个耗制瓷壁的改善 那另外他也建议要去做软质弹性杆 那耗制瓷壁的部分因为我们目前工部门已经做了 然后另外软质弹性杆的部分因为这部分的建议呢 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行车安全上的顾虑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采行 那一般案件的部分呢总共有137件 那采行的是48件 没有采行的是89件 那没有采行的部分通常就是 目前我们已经有14的部分 譬如说他建议红黄线再去重新会市 或是加设反射镜的部分 那没有采行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较天马行空 或者是不是属于台北市全责的范围 其中杨明焦大增同学提出改善成功路二段沿线 经评估后提升旅行速率48% 获得最高奖金3万元及奖状 另外小黄司机吴先生则是提出巴德路一段 与新生高架北向入口 以及新生高架巴德路南向出口 往巴德路一段的改善建议 获得奖金2万元及奖状 因为我是读相关的江东科系 然后就是对于台北市的这个整个道路的 一个系统就是会有 就是存在了非常多的想要改善的一个迹象 因为平常我们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其实常常在路上开 就是常常遇到就是原本只是走路线 结果只是开一开就突然变成左转车道 或者是只是开一开 然后结果就就是机车就不能走的这样情况 就是会想说就是透过自己的交通专业 还有自己的兴趣 然后让就是我心中有这个改善的想法能够发挥出来 然后能够实际去让台北市的交通变得更好这样子 我的提案内容是 是在内湖区的成功路二段 从那个国道一号的闸道口 一直到成功草的这一个路段间 然后呢这个地区主要的问题就是 就是主要的就是 机车两段是左转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机车带转格其实比较小 然后就是上下班尖峰的时候呢 机车就是会溢出来 然后会让执行的汽车和机车就是会有冲突 就是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打算透过这次的计划呢 去改善这里的机车的问题 就是包括设置偏心式转车道啊 还有就是让路口的线形做调整 能让就是整个行车动线会更加明朗 然后更加安全 然后也透过一些交通人本的一些概念 让我们整个路口呢 能够去去做一些保护行人的措施 包含了设置行人庇护导 还有行穿线退缩 还有我们夜间那个行穿线的那个照明度加强 做了这些交通设施之后呢 可以让就是台北市的市民朋友呢 能够呢去更愿意走在台北市的街道上 五月五月初的时候就有看到 网路上有这个方案 再来我在开计人车的时候 就有看到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才想说用图绘的方式 把问题的所在点绘数来给市政府 请市政府去做相关的处置 我自己提出的方案是八德路一段西向东 左转新升高架北向往市领的方向 这个路口 我每次下班时段行经的时候 大家都会争先恐后 为什么会争先恐后 第一个 因为那边的号字 两边是同时的 也就是说依照规定 左转车要等执行车先走完才能左转 往往这个时候灯号都已经变了 大家都在这个时候 抢着要上闸道 甚至有的车辆会在最外侧 直接左转上闸道 不管远景的指挥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市政府 把号字跟标线绘制好 这样才能改善交通 第一个案子就是陈德路七段 这个路段的部分从石建 石建街到大渡路口这个部分 依照提案人的建议 简单的说 就是这个路段里面 其实往淡水的方向 车流量很大 所以他的建议呢 就是往淡水方向的车道数 他希望去增加 经过那个专案小组的思考 他怎么去做改善 首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道路空间 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原先实施很久的 机车专用道去把它取消 取消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车道数做 重新的分配 重新的分配之后 确实我们就有增加 往那个淡水方向的一个车道数 然后大家可能会疑惑啊 那原来机车专用道 提供给机车行驶的路权呢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除了让机车行驶 在混合车道之外 另外我们也开放内侧 第二车道给机车行驶 这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也增加了车道预告排面 就是这里 让那个用路人 可以一看到这个排面呢 就可以知道说 我现在要靠哪一个方向行驶 所以更加的改善了行车的速率 然后第三个呢 基本上这个路口 因为这个还有这个代转 就是我们在离峰时间 这个车辆往左边回转的车辆数很多 所以我们专案小组呢 也检讨了这个部分的一个 代转空间去调整了 然后最后呢 提案人建议的这个增加实项的部分 我们有采纳 那这个案子我们在实施之后 发现这个旅行速率提高到64% 这是一个非常成效卒助的一个提案 交通局表示 审查评分奖励方式 是经由小组审查通过 一个案评分 70分以上者给予5000到5万元 不等奖金及奖状 未满70分给予奖状 而本次90分以上者重缺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قال 表演 ед employ 可能 可疑 初音 avis